各位旅客,欢迎来到严流岛 公本五藏和左左墓小次郎 这两位出名的证书家 在这座岛上决斗是1612年的事情 五藏通知小次郎的决斗开始时间是上午8点 但五藏完全迟到了 他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 这让小次郎焦急得很 他在海边面对五藏 把刀鞘扔到一边 举起大约90公分的长刀后 瞄准五藏的头顶往下打 但只切开了五藏的头巾 那时候五藏肩不融化的大后 小次郎你输了 小次郎心里动摇的一刹那 五藏举起他的长刑木刀 狠狠地打下来 打碎了小次郎的头 五藏认为 如果小次郎相信自己的胜利 一开始就不会扔掉刀鞘 后来五藏游走各地找份工作 因为战国时代已经结束 所以五藏找不到工作 可是最后还是在九州 熊本县被领主收留 下官当地人同情拜着小次郎 于是以小次郎的正术流牌 颜流 命名这座岛为颜流岛 如果本指南对您有用 请赞一下 谢谢 祝您读读愉快 请不继续